董事长好 王总在那儿呢 他跟齐总出去了 要不您先到他办公室坐一会儿 我马上联系他 不用了 我自己转一转 好的 您可以放心 我们公司不是家庭作坊 在欧盟 家族企业相当于 全部企业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 在美国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企业 都是家族行事的 但我们公司是不一样的 我们公司是秉承着 以质量助导品牌 以诚信赢得身誉 您可以放一百个心 好的 再联系 再见 你好 你好 姑娘 你是新来的吧 是 你是学生们专业的 哪儿毕业的 怎么称呼您 我叫陈彩玲 请问您是 你不用掺着我 我没那么金贵 老王 回来了 没事了吧 昨天晚上啊 可把我吓坏了 幸亏你发现得及时啊 要不然我这百事来今 就算彻底交代了 不许胡说 一会儿留在家里吃饭 我还要谢谢你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在你公司外面等你 齐叔 你先到我帮我去等我吧 你那个公司我还能进吗 你们把陈彩玲弄到公司里去了 她没地方可去 在公司里面给事情做 她心情会好一点 哎呦 齐飞呀 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 那个陈彩玲表面乖巧 内心狂躁 你看她在王鹏身上下的那些功夫 多可怕呀 你怎么这么不长 彩玲是曾经伤害过我 但她这次是真心诚意地改过 人对我犯错的时候 总得给个机会吧 她又是小鹏的妹妹 以后我们还要相处呢 妹妹 琪妹妹还差不多吧 怎么连最起码的判断力 都没有了呢 她的本质还是很好的 我不相信陈彩玲 能在一夜之间就有改变 一旦有机会 她还会去搅乱你们 不听劝是吧 好 以后再遇到麻烦事 不要再来找我哭别子了 小鹿 小鹿 你这工作时间不带岗位伤 就是这么一声作则的 我爸他今天出院 我刚把他接回家 老王怎么样不要紧吧 老王病了 已经没事了 这就好 我说王鹏啊 你是真胡的还是真胡的 你这假糊涂 你把这陈彩玲 拼钱到你公司来吗 让小飞这样天天面对她 你 你这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你怎么想呢 齐叔 你误会了 彩玲 已经和我们说开了 而且也向我们承认了错误 她决心悔改 我们就是想给她一个机会 机会 机会能这么给吗 你想过没有 一个是你现在的未婚妻 另外一个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让她们天天朝夕相处在一块 这跟把两只老虎 关在一个笼子里边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这陈彩玲 一看就是一个 不会墨守成规的基金分子 你敢保证她不会再闹下去吗 她承认做我蛮真诚的 而且也蛮可怜的 况且 她的遭遇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的投资 不是让你用来忏悔的 等你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处理好了以后 再考虑经营吧 齐叔叔 齐总 董事长刚才来过了 人呢 上去 你回来了 你又来干什么 没有 我听说我老婆应聘到贵公司 我特意过来忙睡去见 看能不能在贵公司谋得一个职位 你把彩玲害得还不够吗 还要对她不依不饶的 你想干什么 怎么能说是我害她的 说是你男朋友害她还差不多 她所有人家老婆 就用点小恩小威就想摆平 她这样子你还帮她 有你这么傻的女人吗 王家强 我跟你的事与公司无关 我跟你的事与公司无关 走 走 走 你放手 你要干吗 怎么了 怕丢人呢 别怕 现在传公司相伤 谁不知道你的仇事啊 你不要把我的忍耐 能够我随便欺负我 再这样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我终于要欺负你 你要怎么样 你只有唯利师徒的奸惑 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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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手 为什么你爱动手 老毛病总是改不掉 我有说错吗 你当初不幸运我的钱 跟我结婚 现在我落魄了 就想把我甩 有这种原因吗 惺负 黄家强 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 我来是要找我个坛 身边问一下 我老婆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你不是就想要钱吗 你在这闹你觉得有意思吗 哥 你不在增房子吗 这儿没有你哥 你想干吗 我来是找你谈生意的 本公司和你这种人 没有任何生意谈的 怎么会没赢 你借我五十万不就是生意的 你脸皮真够厚 我借你五十万是让你还债的 你能为他用你还有脸皮 你这种连最起码的道义都没有 哥 你要误会我 就是因为我有道义 所以今天是特意过来 把你借给我的五十万还给你 请你过目 钱嘛 谁不喜欢 但我明白 钱不如吉门这个道路 希望以后在生意场上 碰见的时候 哥能多关照关照 就那个街条 爱怎么办随便你 答应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看他是故意给自己找麻烦 让小飞跟他分手算了 他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 别遇到事就说分手分手的 你这 这种方法太草率了 我说这不是怕咱们小飞吃亏吗 万一出点什么事的话 弄不好那公司成他们家的了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还说陈彩玲认错比较诚恳 要改过自新 你 你相信他这一点吗 你相信啊 什么叫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你再看他那个妈 那闺女能好哪儿去 我担心的也就是这点